所以欧威摩杰跟我讲 他说你修行到你的程度到了 你任何一个世界你都可以去 其实时无来去 实在是没有来也没有去 最高的境界了 其实是没有来也没有去 但是你可以到整个 不要讲宇宙整个空间的所有的世界 你可以任运这种程度 我听了以后才明白 就是必须要一切都要对等 你到了学到的 法界性质 平等性质 那是质的问题 一个质 你得到的 你的法界体心 你就能够 无来无去 也可以来 也可以去 也可以无来无去 都可以 就是任运 因为阿弥陀佛的经典 所以我问 唯摩杰 为什么他们可以 可以在 在饭食精行之间 圣众妙华 供养十方佛土的所有的众生 因为是平等性质的关系 这是讲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修法